第841章 救赎 我们走 和尚一把扶住轻面鬼 纵身跃出破口 大院围墙已在眼前 当当当当 同时大院另一头也响起了警钟声 如今整个监牢的看守人员都已被惊动 正快步朝此处奔来 最多数实习时间 对方就能发现月狱中的两人 至轻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就算能翻过墙又如何 他行动不便 根本没法跑起来 此刻又是下午 街上行人众多 他们绝对没可能摆脱众人的视线 和尚率先翻上墙顶 快抓住我 至轻刚被拉上墙 就已经看到拐角处出现了狱卒的身影 有人越狱 快通知百任大人 这样下去不行 至轻心中一沉 结局很可能是两人都要遭殃 他正准备叫和尚先走 回过头来 却不由地一论 只见围墙下方的长街上 有一支送葬队伍正在缓缓前行 这支队伍由僧人组成 围守者一边引路 一边吟唱着不知名的咒语 队伍两边则高举黄色丧番 时不时挥洒出净水与花瓣 而队伍中央是一尊厚重的棺木 正被人抬着向前挪动 等等 至轻忽然想起来 自己之前也听过类似的送葬声 这本身没什么好奇怪的 在邪马岛 葬礼的方式本就多种多样 游走传统的巫师招魂天葬 也有来自大陆的坟服送行 以及寺院的火化轮回 之前七星疏密府突袭不迷腐 自然会造成城内居民伤亡 最近葬礼多一些艺术常事 不过联想到搭救 就显得颇为凑巧了 走 去棺木下方 对方拉着他 跳下院墙 一头冲入队伍之中 这支送葬队顿时显得有些混乱 但至轻注意到其他僧人 并不抗拒他们的闯入 反倒在调整位置 为他们提供掩护 他很快发现 棺材下方竟然设有活门 接下来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至轻忍住伤口裂开的剧痛 从底部钻入棺材内 与外面的喧哗世界隔离开来 他平住呼吸 依稀能听到快步奔离的脚步声 以及追兵的大喊 东边 他们往东边的巷子去了 有人伪装成自己 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吗 至轻缓缓闭上眼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完全不由他所掌控 他如今唯一能做的 便是听天由命 约莫半个时辰后 目观的晃动终于停止下来 至轻重新被抬出时 发现自己近身处 一座寺院当中 这里是佛门之地 远九十地 即使怀疑到僧人身上 也无法轻易入院 搜查 那个熟悉的身影 又出现在他面前 你可以放心休养 直至伤势彻底恢复 当然 最近想要出城 恐怕不太容易 贫僧可以帮你联络 邪马女王一方 但不能保证一定能成 至轻挣扎着 想要做起身 你的救命之恩 在下永不会忘 日后必定 说到一半 他便被和哨按了下去 无需如此 这是贫僧自己想要做的事 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那你现在总能告诉我名字了吧 至轻坚持到 我不能连救自己之人的性命 都不知道 这也是最让轻恋鬼不解的一点 他原以为对方 只是孤身一人 可事实表明并非如此 此人显然来头不小 能只是不迷腐的寺院 配合行动 这在当地 也绝对算是个 身名显赫之人才对 问题在于 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 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个 囚犯搭上自己的前路 更何况寺院高度中立 既不倾向东升诸侯 也不帮助邪马女王 这使得双方 无论谁掌权 都得交好佛门组织 他就不救人 都不影响 今后寺院的地位 平僧已经舍去了过去的名字 你就叫平僧悟心好了 安置好至亲后 悟心走出卧房 正看到住持在屋外等他 你很快就会被官府通缉 悟心这个名字 今后不能再用了 我知道 甚至你本人 都无法再抛头露面 出现在城内 他们见过你的模样 你要么等事件 平息后离开不迷腐 要么就只能 永远生活在这座寺院中 放心吧 我不会连累到你们的 他第一声回到 另一个隐藏点 我也准备好了 等到他伤稍微好一些 我就带他离开 这样做值得吗 住持叹气道 你父亲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我也答应过他 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好好照顾你 你本可以在这边 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不入地狱 又谁入地狱 悟心仰起嘴角 何况这根本不算什么地狱 比起那些因为我的家族 而落难之人 这已经是种宽恕了 既然你已经做出决定 我就不多劝什么了 对方沉默半上才开口道 只要你还在寺院一天 我就保证远久的人 无法抓到你 多谢 悟心双手合十鞠了一躬 目送住持离开 随后他回到自己房间 盘腿坐于缠点之上 如往常一样 开始闭目冥想 只是这一次 他的心境在南平西 许久都未能进入民私状态 来到斜马后 他以为自己会忘记许多事情 可他现在发现 那些记忆 只不过被暂时强压在了脑海底部 一旦被勾起 他掀起的涟漪 反而会变得格外强烈 悟心起身走到桌边 从抽屉中拿出一块铜制腰牌 唯有经过考核 正式加入书密府的方式 才能获得这样的身份证明 同志材质则代表着八品触开 他将腰牌翻至背面 上面有许多凌乱的刻痕 即使如此 他亲手刻下的王字 依稀可见 悟心苦笑一声 轻轻抚摸腰牌 过去 他曾有无数次 想将此物扔向大海 但最终都没能舍得动手 成为方式的时光 虽然短暂 却是他人生中 最为不可思议的一段经历 身边的几名伙伴里 不光有狐妖 还有王室公主 不过最让他记忆深刻的 依旧是那个 名为夏凡的感气者 他也曾痛恨过夏凡 痛恨他将家族连根拔弃 恨他一点同伙的情面 都不留 可来到邪马岛 见过那些因丝严引起的战乱 以及被家族买卖来的 大量奴隶后 这些恨意渐渐都淡去 加入佛门后 他更是将目光 放在了救人赎罪上 或许自己做的这些 远不及家族带来的创伤 但至少能让他感到一丝平静 第842章 对马一役 经过小半月的航行 金霞舰队已能看到 灰蒙蒙的海岸线 以及对海港高耸的城墙 而在更早一些的时候 海军已经派出几艘绿缩 搭载着20余名 邪马出身的士兵 提前登陆海岸 建立岸上的联络哨点 同时与邪马方面搭上了线 在这个时代 官府对郊野的掌控能力 约等于零 只要不靠近城镇 金霞侦察部队 可以随意行动 以离合山灰牵头的小队 甚至提前两天 在一处靠近对马府的山坡上 架起了简易哨塔 爬上树枝遮蔽的塔顶后 就能看到大半个城市的情况 依靠着无线电传讯 哨兵们收集到的情报当天 便可传至诺亚树洲上 光这一点 双方获知信息的能力 便是天地之书 目前金霞掌握到的消息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 大陆到邪马岛的航线 已彻底通畅 中间虽然遭遇过 零星几次邪碎袭击 但都不到大摩级别 这证明东升国 对邪马的控制力 正在急剧衰退 他们已无力腾出多余的资源 供安家封锁海路 二是 七星在占据布密府后 并没有急着扩大地盘 他们似乎只是把这座 偏北边的港口 当作了一个据点 根据五月瑶提供的情报 疏密府部队已兵分两路 一支部队朝北进发 似乎是打算去找安家的麻烦 另一支则继续往东 目的的尚不明确 他们的后勤补给 全仰仗于沿途缴获 从形势上看 并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三是邪马女王一方 也不太稳定 七星登陆的消息传开后 开始有诸侯世家发出 七星疏密府 才是大陆正统的声音 五月瑶正在压制这种言论 但毫无疑问 他无法防范 有人私下与七星联系 所以金霞军 只能得到五月一方有限的支援 综合这些情报 此次出征的目的 已经相当明确 那就是 挫败七星计划的同时 展现出金霞城应有的实力 将支援邪马女王的声音 传播开来 彻底稳固住大巫女的地位 自 当心 城市的守卫军 似乎注意到你们了 迅音仪中传来离的声音 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已经太晚了 下凡举起瞭望镜 能清楚地看到海港外的反应 他们正在急匆匆地收拢于船 关闭码头 城头也出现了许多奔走的人影 十有八九 是在架设防卫武器 可惜对马府并没有外圈防御的概念 如今金霞舰队已经占据有力替尾 白沙号 九江号 安身号和高山号四舰 一字排开位于阵前 由北往南横川海岸线 诺亚树州则在后方压阵 搭载的所有火炮 都能够到对马府城墙 公主殿下 夏大人 目标已进入我方炮击射程 白沙号舰长吴越报告道 夏凡 向宁婉军点点头 后者清了清喉咙 沉声吐出两个字 开火 是 传上锦铃声 顿时大作 数十秒之后 白沙号的剑手炮塔 和剑尾炮塔 率先开炮 大功率电磁炮启动时 并没有常规火炮那种惊天动地之感 只有当炮弹出塘的瞬间 才能看到 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烈焰 以及空气膨胀 所带来的短促轰鸣 但这绝不等于白沙号的炮击 没有威力 在金霞城郊外的试射场上 由福禄法器串联起来的长胆毁伤弹 不管是精度还是破坏力 都远胜于西级的开花弹 经过短暂的飞行后 对马斧城墙上 窜起了两团火球 其中一团更靠近墙头 猛烈的气浪 先飞了好几名守军 另外三件也相继开火 由于他们的船体 不属于一级战舰 因此 只在箭手安装了一座炮台 不过电磁炮的发射效率并不低 单管炮每隔四十秒 就能发射一次 这个频率 在外人看来 已称得上惊世骇俗 对马斧守军 压根就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 陌生的船队 明明还置在海平线位置 这边就已经炮火连天 他们根本连还手都做不到 无论是同尊炮 投石机 还是床弩 在这个距离上 都只能望尘莫及 如果只是单方面 挨打也就罢了 更要命的是 对马斧的城墙 并没有他们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 炮击开始不到一刻钟 墙面就已经千疮百孔 大片砖石被阵飞绷 尽然有垮他的架势 这对于守军士气的打击 极为严重 他们从未想过 作为邪马岛最坚固的 要塞城市之一 居然也会有被人 正面轰他的一天 这时 一夜青州突然冲出马头 朝着金霞舰队驶来 金霞军也很快注意到了 死船的动向 青州既无奖又无藩 上面仅仅站着一个人 但海浪却像在追随 他的身影一般 推动着青州破浪而行 随着双方距离拉近 异象也紧接着出现 只见他背后海浪不断升高 静渐渐形成了一道浪墙 而从大海拍向海岸的波浪 则在这道浪墙上撞得粉碎 每吸收一道波浪 它得会升得更高一些 即使隔着相当一段距离 也能听到海浪隆隆的翻滚声 不知情者甚至会以为 这是海啸将至 毫无疑问 对方是感气者 哦 就在浪墙靠近舰队之际 一声婉转的龙银响彻天空 眼看着已升至七八米的浪墙 忽然平息了下去 眨眼间便被压到只剩一层浪花 接着和其他海浪撞在一起 化作了一滩白色的泡沫 失去了波浪助力的青州 也立刻停止下来 那名感气者愣在原地 全然没了之前的高人风采 而白沙号上的各种小口径武器 已经对准了他 他还没来得及跳船 一阵猛烈的骑射 便将青州撕成了碎片 目护大人 贼人凶吗 西城墙守不住了 您还是快走吧 对马府内 侍卫焦急地劝道 我的危海将军呢 在大海上 他应该无人能敌才对 目护城主来回渡不到 危海将军 他 他已经陨落了 你说什么 属下不敢胡言 他确实没能抵挡住敌人 侍卫硬着头皮回道 确认手下没有谎报军情后 目护城主 不由得露出绝望的神情 这都叫什么事 没有通告 没有使者 对方一露面 就猛攻城墙 哪怕是曾经猖獗过的海盗 也不至于如此吧 至少他们还会开出条件 还可以协商 谈判 不像这伙人 连话都舍不得烧一句 他又不是东升王的死忠 不就是投降吗 不管来者是七星疏密府 还是何方神圣 他都可以投降啊 何须被这样 披头盖脸的闷揍 不过这些话 过于有损城主威严 他也只能在心里哀嚎 我还会回来的 目护望着轰鸣声 不断地溪边 恨恨道 毕竟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这群比强盗还凶狠的家伙 连使者都不愿意派一个 鬼知道他们攻占 城市后 会不会有更残暴的行为 城里的人死了就死了 目护家可不能赌这一把 第843章 入城 胜负已分了 诺亚树舟上 旁廷组长放下瞭望尽道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战争 从头到尾 对马首军都没能做出任何 有效应对 当西面城墙被轰出一个巨大的口子时 士兵的心里也彻底崩溃 他们争相逃窜 恨不得离海岸越远越好 按照计划 接下来便是诺亚靠岸 将搭载的金霞一师 和机关兽等装备送上邪马岛 简直就跟当初那塔亭帝国 进攻世界岛一样 大祭司塞尼亚感叹道 如果那时候 我们也拥有这样的力量 该多好 恕我直言 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 旁廷咳嗽两声 您看 舰队的炮弹 基本都落在了墙头下方 这说名下大人 有刻意压低射角 避免炮火 伤及城内居民 帝国 则完全没这方面的考虑 在长老投降前 普通人也会被视作抵抗者 一并屠杀 塞尼亚玩味地看向他 没想到时隔一年 你也会为金霞人说好话了 这 我还不是为了 书州上的同胞吗 旁廷老脸一红 这次出征的金霞一师里 足有近千名精灵战士 我可不认为 他们会像帝国人那样 卑鄙残暴 确实 塞尼亚将目光投向远处 烟尘滚滚地对马府 世界岛是时候 该更进一步了 老实说 夏凡是他 见过最宽容的统治者 那名公主殿下 或许只是不排斥精灵的到来 而夏凡却是以欢迎的态度 一直在鼓励他们与金霞融合 甚至这一点被写入了律法中 只要获得金霞的身份证 岛民便拥有和当地人一样的权利 尽管在某些时候 歧视依然存在 就像人类与妖之间难以化解的 隔阂一样 但这种歧视 也只敢在背地里出现 官府和夏凡的站台 已足够让塞尼亚为之触动 正因为对方的这种态度 诺亚岛民的上岸进程 也比他预想的要快上许多 商贸 渔业 机造局 沙滩盐田 植物研究所 如今金灵的身影已遍布金霞城中 不少新兴产业都跟灵树之中有关 不过这依旧不能让塞尼亚安心 古往今来 想要成为利益共同体 最稳固的方法只有两种 一是联姻 二是参军 让金灵加入军队 靠军工获取荣誉与地位提升 要远比金商做生意来的稳固 确认夏凡对此没有意见后 他开始鼓励岛民加入金霞军 扩大金灵的声势 而这一次出征 金灵们已有了成建制队伍 塞尼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世界岛与金霞城联位 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让登陆部队做好准备 诺亚即将靠岸 他吩咐道 对马府的中央官邸中 几名大臣正在坠坠不安地 等待着新君主的到来 他们不是不想跑 而是跑不了 比起幕户大人和他那一帮亲信武士 他们的家业基本都在城内 就此舍弃的话 等于自寻死路 既然逃跑是必死 留下来是可能死 该如何选择 以不言而喻 江川贵一郎便是其中之一 他出身不鲜 本没法进官府从政 后因为算账功夫 了得被城主看中 提拔境内府 负责税收与开销规划等事宜 算是半个财务官 但由于钱袋子始终握在幕户手中 他顶多只能喝点汤汁 离真正的豪门权贵 尚有千百里差距 片刻之后 一队人走进大堂 为首者是名个头不高的女子 看上去极为年轻 这便是那只恐怖入侵军队的头领 江川一时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简单介绍下 跟在他身边的那名男子开口道 这位是来自京霞的公主殿下 也是启国今后的王 众人齐齐一愣 等下 进攻对马府的又是大陆人 之前他们都已收到七星树密府 在不弥府登陆的消息 如今又突然冒出一个启国公主 这到底是吹得什么风 让隔绝了近百年的邪马岛 公 公主殿下 请问您跟七星树密府的关系是 江川撞起胆子问道 敌人 女子冷冷回道 后者立刻闭上了嘴 他已隐隐明白 鞋马岛再次成为了大陆势力的决斗场 这情况在百年前也出现过 此刻的安家就是当时的获胜者 金霞公主 忽然有人小声嘀咕道 莫非他们就是鞋马女王背后的支持者 此话也被对方听入耳中 公主直言不讳道 没错 五岳大巫女是金霞城的盟友 我此次亲征 也是想要助他一臂之力 对了 你们效忠的似乎是东升王 这个问题让江川等人打个哆嗦 此时再不表态 只怕之后便没有开口的机会了 江川跪一郎率先败倒在地 我等愿意效忠公主殿下 如此利索地投降 让公主都愣神了一会儿 我以为你们还会再考虑一下 毕竟原城主还活着 不不不 他连连摇头 幕户大人已经放弃了对马府 您就是此成新的主人 哦 我下达什么命令 你们都会执行 公主翘起一条腿 秦为晃耀 这 是 江川硬着头皮道 不过自从东升王与邪马女王交战以来 对马府的负担 与日俱增 在下 只能尽力而为 莫非你知道我要什么 啊 江川一时语色 打仗还能要什么 无非是钱 两 人 总不可能说 这伙人拿下对马府 只是为了找个落脚点 一路不举分好吧 他试探着回道 粮草的话 库房里还有一万来淡 公主笑了起来 只有一万可不够 我至少需要这个数 他伸出五指 握拳又松开 十万 江川不由的大吉 殿下 十万实在是太多了 短时间内 我们根本凑不出来 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 只怕会引起民众恐慌 对马府存粮本就不多 再征量十万 粮价 立刻就要涨到天上去 到时候 城内会死多少人 他根本就不敢去想 事实上 战争持续到现在 各地粮价 已经维持在高位许久了 何况对方军队 也不过数千人 十万但实在是个 过于苛刻的要求 民众会恐慌 不 他们估计高兴还来不及 公主耸耸肩 啊 江川柜一郎待住 因为这些粮食 不是为金霞军准备 而是为他们准备的 对方不急不慢说道 第844章 征服之策 随后 江川柜一郎 听到了一个 足以让他怀疑耳朵的方案 公主殿下 似乎早就知道 这边民间存粮不足 粮价居高不下的情况 打算临时组建一个监管机构 控制并平价发粮 而粮价定得十分低廉 属于大部分居民 都能买得起的那种 即便买不起 机构还会推行救济粮计划 允许平民用劳力来换取口粮 毫无疑问 这个方案绝不是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 至少从可行性上来 看他挑不出什么毛病 譬如主要负责人 都是惊吓提供 同时招募一部分当地人来 协助发粮 并且还考虑到了 其中可能出现的贪污 私售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是 对方这么做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别说搜刮不到多少钱了 甚至可能因为雇佣问题 而倒亏一笔 属于典型的费力不讨好 毕竟他们总不可能 再对马府一直待下去 话而言之 此地的明星 对公主殿下毫无异议 等到新的统治者上位 一切又会回到原样 当然了 或许自己根本不需要 考虑得这么深入 将穿贵一郎动了动嘴唇 最终只能露出苦笑 方案再好 也得有粮来知识才行 不管对方打什么主意 对马府 都抽不出如此多粮食来 公主殿下仁慈 他俯下身来 可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存粮 除非您能说服其他诸侯 向您授粮 或者 或者从大陆掉粮进行援助 不过后者哪怕是 他用最大的想象力 也不敢指望 因此索性没有说下去 没粮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公主伸出手拍了拍 房门滑开 一个五花大绑的肥瘦之人 被推了进来 将穿贵一郎回过头 不由的大喊 这不是城主又是谁 他不光被绑得结结实实 嘴里还塞着一块破布 只能发出浑浊的哼声 而押送他的 则是一名漂亮的狐女 头上的褐色长耳 显得格外醒目 目护城主 不早应该逃之夭夭了吗 而且他走的时候 身边可是有轻微队保护的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被惊吓人逮回来 下凡则偷偷朝里眨了眨眼 事宜干得漂亮 自从长出双尾后 离的战斗能力 陡然提升了一个档次 无论是砍树 还是变身后的身体强度 都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城主托家带口 离开城市的那一刻 也被侦察小队看在眼里 通过迅音仪联系后 奥利纳和翅立刻飞来 搭载着李宇山辉 飞往伏击地点 尽管埋伏者仅有四人 但在战场单向透明的条件下 已有心算无心 几乎是瞬间 便击溃了城主百来好人的私兵队伍 事实上 当李已覆盖整条道路的幻术开场 将所有目标囊括其中时 这场战斗 就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目护城主 直到被翅抓上天空 都没能从幻境中 回过神来 除他之外 我们还抓到了不少逃离者 从他们随行的车队规模来看 家中应该都有不少粮食 公主接着说道 我相信在生死攸关面前 他们必定会十分乐意 交出自己的存粮 将穿跪一郎咽了口唾沫 他忽然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但是这些人的家业 具体有多少 山庄和农田 又置办在什么地方 我就不清楚了 并且 我也没有工夫去查验这些东西 公主还事众人 诸位 都是在对马府当职的人 应该多少有点了解 既然你们已经宣誓效忠于我 这事 就交由你们来吧 公主话音刚落 江川便感到身后 传来了如火烧一般的错觉 他小心翼翼地偏过头 正看到幕户大人 死死盯着他们 眼中的愤怒 不言而喻 哪怕真正要剥夺幕户家产的人 是启国公主 城主 也不敢将这股愤怒 投向罪魁祸首 这种差异 让江川心中 生起了一股荒诞之感 放心 这些人会配合你们的工作的 公主 信心十足道 那么各位的答复呢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效忠吗 片刻之后 对方的语气渐沉 江川贵一郎 我以为你刚才敢站出来 反驳我 心中还是有关心着其他东西的 现在 你也要选择追随幕户之久 而江对麻府百姓 弃之不顾吗 江川捏紧拳头 他由于出生问题 经常和城中居民打交道 自然也知晓 他们生活的艰辛之处 过去处理税收问题时 他亦会想些办法 减轻平民和农夫的负担 只是这一切的前提 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受损 跟现在的情况是两回事 他一旦参与抄家事宜 怕不是立刻会成为 各大豪门世家御厨之后 快得眼中刺 这结果 甚至比背叛更为严重 因为他背叛的不光是 幕户城主一人 而是东升国的所有上位者 其他人则向江川 投出同情的目光 此刻公主显然打算 将他当作出头鸟来对待 幕户城主可以拿财产来抵命 他们又有什么东西可供交易的 若是回答不好 下场恐怕比城主本人还惨 殿下在下有一事想要询问 苦思半想 江川鼓起胆子道 是不答应会怎样吗 公主耸耸肩 放心 死罪倒不至于 但你们的家财 也会纳入评良计划 就当是用另一种方式 为我做贡献吧 听到可以不死 其他人齐齐松了口气 江川却摇头道 尊敬的殿下 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而是倘若有一日 您返回启国 我能以臣子身份随传前往吗 幕户城主眼睛顿时瞪的通源 公主有些意外的挑眉 随后哥哥倾笑起来 你想去金霞当官 是 江川再次深深低头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活路 那就是彻底成为 公主势力的一份子 关于大陆的传言 他也有所耳闻 那边官员 不再是地方诸侯的仆从 他们由朝廷统一任免 服务的也是整个王国 那你可得好好表现才行 公主饶有兴致到 能在金霞当官任职的 无意不是杰出之选 若是你的任务完成的足够出色 这个要求也不是不能满足 陈渊一位殿下倾尽全力 江川不再犹豫 大声回道 第845章 新的女王 三天后 对马府迎来了一对特殊的客人 这里真的已经更换过主人了 志弘骑在马上 亚裔的左右张望 即便事先用迅音仪多次确认过 他依旧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座城市经过战争之后 往往会变得满目疮痍 百姓在这种时候 也不敢随意外出 以免祸从天降 冷清和亚裔 一般是战后的主基调 但在这儿 志弘看到了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 街上不光有居民的身影 而且他们大多还喜笑颜开 仿佛跟过节似的 整个城市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反倒比其他地方更显生机勃勃 这种违反常理的情况 你我不应该早就习惯了吗 五月摇少见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自从接管女王的职务后 他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之前至亲被情更是让他夜不能寐 直到不迷腐里有人越狱的消息传来 才让他重新燃起希望 这种可以稍微放松心弦的时刻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五月大人 我们再快一点吧 志弘迫不及待地甩了甩马鞭 志弦还在等着我们去营救呢 五月摇点点头 催促大家加速跟上 毕竟那也是他的心愿 很快 大巫女一行便在城主阁中 见到了夏凡和宁婉军等人 这是时隔半年后 双方再一次会面 只不过地点换成了邪马岛 看到夏凡 五月摇心中无法抑制地涌起了一阵涟漪 正是这个人 在他最危难的时候 帮助千叶女王从王国的绝境中挣脱出来 如今虽然换了地方 但他依旧是自己最大的仪仗 五月深吸一口气 将个人的情绪暂时压下 开门见山提出了营救志弦的请求 也就是说 你们只知道有人越狱 但不能肯定那人就是志弦 夏凡听完事情经过后沉映道 不敢说时辰把握 但综合各方线索 志弦已经逃离监牢的可能性多达八成 五月摇坦成道 之所以无法确认 是因为我们想不出 寺院有任何理由出手救人 如今那里也被圆九的部队重重包围 我们的人手根本无法靠近 从形式上看 他们强行入寺搜索 只是时间问题 他最清新的一点 便是自己没有放弃 那极为渺茫的一丝希望 派出了一支志弘为首的小队 混入城中 以打听被俘者的消息 正是这一举动 才使得他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越狱事件 志弘将消息带回时 金霞一方也传来了即将登陆的讯息 五月摇当即做出了赶往对马府的决定 原来如此 夏凡点点头 尽管当天目击者的言论 都证明逃离之人十分贴近青面鬼 但考虑到邪马女王与不迷腐寺院毫无交警 因此对方还没有把话说死 不过对于现在的金霞君而言 无论志弦是在寺庙还是在监牢 都不会有本质影响 只要青面鬼还活着 他都一定能把人捞出来 放心 我会亲自前往处理此事 夏凡承诺道 两地相隔不算太远 用飞龙特快的话 一天之内便可抵达 如果只让离去他还有些不放心 自己跟着去的话 便算得上万无一失了 五月摇长出一口气 多谢夏大人 至青也算是金霞的朋友 我们自然不能做事 他落入敌人之手 宁晚君安抚道 你应该早一点将此事告诉我们 这样一来 我们在海上便可行动 五月面露一丝愧色 我已经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 就连起兵向东升王进军 也是我一个人擅自做出的决定 你后悔这么做吗 夏凡打断道 五月摇响了响 缓缓摇头 即使再来一次 我依旧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回到邪马岛的那一刻起 我就觉得 变革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那金霞的帮助 就不能算麻烦 他微微一笑 何况这些援助都是有代价的 五月摇正色道 您请说 只要是邪马国能支付得起的代价 我都愿意承担 夏凡与公主对视一眼 停顿半想后才回道 首先 你得成为新的邪马女王 大女巫不由的郑主 可是千叶大人 我知道你终于千叶女王 也不愿意夺取他手中的权利 但这样做 反倒是把他架在火上口 也会给那些心中不平的世家 和豪门可趁之机 宁婉君皆化道 我也是在王宫里出生 对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了 权柄应该握在正确的人手中 你若是成为女王 自然能保护好千叶 更何况你有这个资格 无非是愿不愿意 而已 金霞之所以愿意支援邪马 显然是看在你的份上 夏凡双手抱胸 若你还想着 等到事成之后 把权利归还给千叶女王 那谁来保证 金霞在邪马国的利益 过去签订的盟约 又由谁来监督执行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这个道理 你应该能明白 五月大人 不 五月陛下 我也支持您这么做 志弘认真道 千叶大人 虽然对您有养育照顾之恩 但他无法改变邪马国的现状 如今能做到这点的 唯有您一人 五月瑶这次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等他重新抬起头来时 眼中的神色只剩下坚毅 我明白了 这条路并没有回头的可能 他也隐隐有欲感 自己当初迈出那一步时 两人的关系 就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很好 夏凡欣慰地点点头 只要你传达出这个意愿 我想你的追随者 也会更加有信心 其实我此次来 还为了另一件事情 五月瑶收拾了下心境 将话题转回到当前战事上来 我的人已经基本能够确定 七星疏密府东径的目的地 或者说 他们已经到了 是奶 夏凡问道 旭日山中的月影寺 等下 七星如此大动干戈 就是为了一座寺庙 宁晚军匪夷所思道 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一度以为是情报出了问题 但另一个消息 就很值得考量了 五月顿了顿 那就是 安家所在的赤山城 正被疏密府围攻 可东升王不仅没有解救的意思 反而也派出一支部队 向南进发 从路线上看 他同样可以到达旭日山区 第846章 一触即发 嗯 夏凡盯着简要地图 沉阴不语 这片山区 位于斜马岛狭窄的中部 共有两座山峰 连在一起 像是一道弯曲的几样 但它偏偏很短 并不会对东西交通 造成太多妨碍 因此 人们横穿斜马岛时 通常会从山区两端绕过 这一点 也可以从关道的分部看出 而寺庙就坐落在山脊的凹陷处 从战略意义来看 此地既不属于交通中枢 也不属于质敌高点 确实没有争夺的必要 但夏凡也相信 加上东升王也在向山区进军 那么这地方就必定非同一般了 经历过灯笼塔失恋后 他已经知道 这世界上还存在着 如建筑一般的巨型法器 或者说 所有人都活在一个终极法器之中 不过有些设施是陶一委员会所制造 例如陶一塔 而有些则出处不明 至少在司空的数据库中 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他有理由怀疑 所谓的月影寺 也是一座古早时期建成的法器 邪马国有关于这座寺庙的记载或传说吗 那个 我不太清楚 五月遥有些惭愧 邪马国很久以前就丢掉了中部地区 千叶大人也是在上一任女王 病逝前紧急被挑选为女王 很长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无暇顾及生存之外的事情 不过这座寺庙 似乎很早就有了 志弘补充道 除了他的名字外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得知七星的去向后 我们也派人询问过当地侨夫与猎户 结果他们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多少 因为无人祭拜的缘故 这个寺庙已经十分破败 只有不得不在山中过夜的人 才会把他当的落脚点 黄山古寺 这要肃权了呀 夏凡抿抿嘴 如果早点知道这个情报 他还可以单独飞去月影寺打探一番 但现在 七星已经抢先一步占据此地 他在贸然闯入 便不那么妥当了 毕竟七星疏密府人才被出 不能和以往的对手相提并论 此行 必然会遇上大量高品级方式 这份情报相当重要 夏凡下定论道 金霞赶来邪马岛的一大主要目的 就是阻止七星疏密府 实现自己的企图 不管寺庙里藏着什么秘密 我们至少知道了敌人的目标 接下来便是尾随追上 我们可以配合金霞军行动 从东面抵近山区 吴月瑶当即表态道 愿意听从 我调遣的部队虽然不多 但也有四五千人 无论是拦截东升郡 还是围攻七星 部队都没问题 邪马岛的诸侯部队 规模本就不大 四五千人 恐怕是对方能拿得出的全部家底 很好 那就有劳你们了 夏凡微微汗手道 届时七星 东升 女王和金霞的主力将汇聚至一地 这一战也会彻底奠定邪马岛的局势 不迷腐寺院 四周街道 已经被城主卫队层层包围 数百根火把 将黑夜照亮地行入白昼 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悄无声息地离开大院 就是飞出一只鸟 都会被人觉察到 传达搜查律令 一天后 远九十地 已经表现出了明显不耐烦之意 不光亲自来院内交涉过 士兵们也开始蠢蠢欲动 多次试图持谢闯入前院大门 如果不是 僧兵同样拿着长矛等兵器 寸步不让 只怕他们早就一拥而入了 像这样的情况 布弥斯建立起来 还是头一回 住持大人 城主已经下了死命令 他只给您最后一个时辰的时间 前来劝解的使者 十分为难道 若您再不交出 那名医疗僧人 他就要下令强攻寺院了 简直岂有此理 本寺乃佛门圣地 就算是城主 也不可善辱 远九 大人这么做 就不怕得罪佛门吗 规矩不可破 还望贵方慎重行事 听到使者的话语 一众护法纷纷呵斥道 唉 住持摇摇头 老奈已经说过了 那名僧人早已畏罪潜逃 下落不明 你在这儿是找不到他的 这件事情 本寺自然也有责任 之后 定会给出赔罪方案 还希望城主海涵 神僧啊 不 我是说住持大人 既然他不在了 您就让士兵进来检查一下吗 使者也急到 这么将这是何苦呢 远九大人 也需要给大陆那边一个交代 住持索性闭上眼睛 不再回话 使者跺了跺脚 只能先行离开 我先把您的意思 转达给大人 但说实话 这个最后期限 很可能不会变了 使者走后没多久 护法门便不约而同地 换了脸色 怎么办 看来这次远九十弟那家伙 不会放弃了 他难道真的敢 其他寺院可都看在眼里 若是平时远九 肯定会罢首 但这次恐怕他也是身不由己 得罪了佛门 也只是以后当不了城主 违背了七星 则恐怕是死路一条 住持大人 您看怎么办 住持叹了口气 这次悟心可能躲不过去了 他现在在哪 大概是迫于七星疏密府的压力 这次远九十弟的态度 少见得强硬 而且行动 也比以往迅速得多 悟心 确实提前准备好了新的藏身点 但由于越狱时 加重了轻面鬼的伤势 导致转移计划推迟了一晚 而也就是这一晚 让城主卫队 将寺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然 就算他们能顺利离开寺院 也绝对不可能走出这座城市 在如此严密的搜查下 悟心的隐蔽落脚点 能护住对方多久 依旧是个未知数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 他们都低估了大陆七星的意志 悟心仍在房中 照看那名女妖 一名护法回道 叫她过来吧 住持沉默片刻后 才说到 对方实际要的并不是她 王家对布米斯的帮助确实极大 甚至可以说 正是因为王家的资助 佛门 才能在东升地区发展迅速 所以于晴雨里 她都不能将悟心交给城主 但为了一个将死之妖 而跟远九十地刀兵相见 住持也没办法做到这个地步 护法门对视一眼 瞬间就明白了住持的意思 您这样做 悟心可能会 我知道 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他 住持双手核实道 你们不必隐瞒 这份念 就由我来承担 控制住悟心后 轻炼鬼便只能任人摆布 就在这时 住持忽然注意到 寺院前方出现了一阵扭曲 就好像有什么无形之物 在夜幕的掩护下 悄然无声地闯入了此片境地 第847章 接应者 什么人 他大喝一声 佛门静的 休得擅闯 难道远九十地按捺不住 已经动手了 还是说 对方是七星疏密府派出的方式 不管如何 寺院都由不得外来者肆意妄为 话音落下的同时 住持拿起禅杖 一步跃起 纵身朝一样处砸去 飞至半空时 他一隐约捕捉到了目标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 那个位置确实有人 随着视角和光影的变化 住持依稀能看到一个人影 就站在庭院之间 只是 死人的身体 呈现出极为奇特的颜色 完全不像是意料 能带来的色泽变化 比如 其下半身为灰褐色 与地砖几乎相同 而上半身则更灰暗一些 极尽于黑色 如果不细看的话 完全跟夜幕融为一体 这种伪装住持 还是头一回见到 更不可思议的是 那些颜色的边界 还在不断改变 仿佛在故意混淆 他的视野一般 如果自己不是飞跃而起 而是缓步前进的话 恐怕根本无法察觉到 对方身上的这点变化 禅杖夹带着千军之势 落下 对方若不躲开 必定会被砸个满脸开花 见对方没有回避的意思 住持下意识 收回了三分力道 不管如何 他还是不希望 寺院和七星结下仇怨 然而 禅杖击打在对方肩头的同时 传来的 却是棉花一般的手感 仿佛杖头打击的 不是肉身之躯 而是某种极为柔韧之物 并且越是用力 这份持质感就越强 甚至有种寸步难尽的感觉 下一刻 禅杖直接被弹开 住持连退属步 才稳住身形 住持大人 我没事 诸位结证 光明无量 就这么短短片刻 他竟然又丢失了对方的位置 明明知道此人就在庭院中 但用肉眼无论如何 都难以观察到 这已超出了 砍术或忍术障眼法的范畴 不过 佛门也不是范范之辈 对于这种藏头鹿尾的伎俩 普照世间的佛光 足以叫其无所遁形 是 几位护法快速散开 分头站住院子的各处出入口 一道念诵佛经 只见一道金色的屏障 顿时在寺院上方展开 将大院覆盖得严严实实 同时在这道屏障的映照下 院子里的万物 都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潜入者也随之露出了真身 一般人遇到术法被破解的情况 往往都会感到慌乱与震惊 可此人却依旧轻松地站在原地 甚至有闲情抬起手来 打量着自己身上的金光 这份张狂令 住持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要么是对方实力深不可测 要么就是知道 寺院根本奈何不了他 或许此事难以善了 住持低吼一声 金刚术 罗汉附体 诸位跟我一起上 等一下 那人却开口道 我来这儿 并不是想要与你们为敌 护法却管不了那么多 在一连串附体之树下 所有僧人身上 都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器 他们操起各种武器 从四面八方 杀向院中人 光明无量阵 既能破除幻象 照亮众生 也能净化邪碎 增强自身 在大阵中施展金刚术的僧人 已经跟刀枪不入 相差无几 一般术法 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唉 那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接着瞬间消失在原地 什么情况 住持瞪大了眼睛 如今对方已无法隐藏身形 怎么可能在堂堂佛光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名护法 发出一声闷哼 直接被击飞出去 接着是第二人 不 不对 住持忽然意识过来 对方不是消失了 而是在以极快的速度 穿行于庭院中 以至于让人产生出 他突然不见了的错觉 事实上 也就是一息间的事情 当住持再次捕捉到 对方的位置时 五名护法已经全部挨了一下 基本是从哪里出击的 就摔回到哪里 单从伤势来说 大家可能并无大碍 但这绝对是 颜面与信心上的双重打击 他们还是第一次 在光明无量阵的加持下 单方面被人击倒 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那人重陷于庭院中央 接着举起手来 直指天空 震树 天雷 只听到一句轻描淡写的低语 两道蓝光硬声落下 顷刻间将头顶的屏障轰得粉碎 随着金色尘芒漫天飘落 寺院再次被夜幕笼罩 一切景物又回到了昏暗的模样 只剩下几根摇曳的火把 再发出光芒 不过这一次 对方没有再与夜色融为一体 现在 我想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你 到底是谁 助持感到背后已经是冷汗一片 无论是方术 忍术 还是佛法 人的能力终究有限 因此 往往只能专精一项 可在此人身上 他却看到了好几种 类型迥异的术法 这绝不是一般感气者能做到的事 据他所知 也只有传说中的倾听者 可以超越星星的界限 那人正准备开口 突然一个声音插入进来 大家都住手吧 这人不是敌人 助持回过头去 有些意外道 悟心 另外 他也是大巫女的伙伴 此次来 应该是为了救青面鬼的 悟心 看向院中人 我说的没错吧 夏大人 夏凡也在打量着这名 被称作悟心的僧人 他带着僧侣常见的巨大斗笠 大半个面容都被冒烟遮挡 身上穿的也是普通僧人服 很难从形象上来确定 他的身份 声音也找不到吻合的对象 只是这语气听起来 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你认识我 夏凡挑起眉头 不知你是 平僧已经顿入佛门 过去的一切都不足挂齿 悟心双手合十 低头行礼道 青面鬼 如今就在寺院中 不知夏大人 打算如何带他离开 听到这个消息 夏凡也放下心来 五月瑶提供的情报 看来没有出错 救下至青的 正是寺院中人 他本想先进寺院 确定情况 如果找不到至青 再去监牢扫荡一番 现在也算是 省缺了后面的功夫 出去的问题 不在话下 不知能否 让我先见一见他 当然 悟心转身 向住持点点头 后者思量片刻 最后还是吩咐道 去两个人 把青面鬼送过来 很快 夏凡便见到了 被担架抬来的至青 他的伤势依旧没有痊愈 但意识十分清醒 看上去并没有性命之忧 见到夏凡的一刻 他还惊讶地眨了眨眼 自己揪了尖耳朵一把 我没有在做梦吧 你没有 确实是我 夏凡仰起嘴角 好久不见 夏 夏大人 至青当场正住 随即挣扎着 想要做起 真的是您 别急 叙旧的话 可以晚点再说 夏凡望向寺院大门方向 城主的人 估计等不及了 这时 院墙外已经传来了 杂乱的脚步声 快带他离开吧 悟心催促道 只要至青不在 远九十弟拿寺院 根本没有什么办法 夏凡点点头 仰头吹了牲口哨 接着房顶上跳下来 一名娇小的女子 确认是要救的人吗 嗯 我们可以返回了 等下 此人还带着帮手 住持 大为惊讶 他居然从头到尾 都没发现 另一人的存在 但下一刻 他看到了一生中 最为难忘的景象 行 那你抓紧我 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清光冲天而起 直插云霄 而在这耀眼的光芒中 一条睁着金色瞳孔 身披华彩精灵的巨龙 踏着光芒 如同逆行的雷电一般 寝客间窜入天穷 转瞬便消失在夜幕中 第八百四十八章 吃得小心死 寺院里一群人大眼瞪小眼 许久都没能回过神来 这都什么情况 先是一名年轻方士 进步迷寺院 如入无人之地 接着又是指在传说中 才有的圣兽现身世间 他们不会是在做梦吧 直到大门口 传来兵器交集的打斗声 以及僧兵的大声警告 住持才回过神来 不用拦着了 放远九十地的人进来搜查 他说完后 转头望向无心 你恐怕还需要换身装扮 以免他们纠缠到底 是 我这就去准备 无心点点头 正待他准备离开时 住持忍不住又开口道 刚才那人 也是你的旧友吗 为何这么说 你知道他的姓氏 还知道他不会对护法下死守 而且我注意到 你说话的时候 他的表情明显有一丝变化 就好像 认识你一般 大概他认错人了吧 悟心低声笑了笑 我认识他不假 但像他这样的大人物 在启国 又有几个人不认识呢 见他这么说 住持也没有追问下去 确实 强大到这种地步的方式 绝不可能是无名之辈 你去吧 悟心抬起帽檐 朝金龙离开的方向凝视一眼 随后转身走进寺庙之中 哼哼哼哼 一颗藤上七朵花 赤横着小曲 回到自己的住所时 空玄子正在收拾行李 师大人怎么样 救援顺利吗 那当然 有本龙出马 自然不可能出什么纰漏 是微微昂首道 是吗 那太好了 空玄子放下手中的衣物 您今晚看起来格外开心 哦 有吗 空玄子忍不住轻笑出声 是 在下能看得出来 只要不是瞎子 任何一个人 都能感受到龙姑娘的愉悦 对于常伴于他左右的蓬莱侍从来说 这点更为明显 之前几年在大陆上流浪 别说笑容了 就连一丝放松的神情都难以见到 他看上去威严满满 并不是因为他本性如此 而是牵挂着蓬莱一族的未来 根本容不得他有些许松懈 而自从到了金霞后 他的表情明显丰富了许多 特别是成为偶像之后 想到这里 空玄子忍不住再次感慨 还好他们被金霞方式发现 使得蓬莱居民终于找到了 可以安居乐业的新家园 嗨嗨 其实今晚确实有所不同 赤清了青喉咙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他好奇地问 我和夏凡发生了亲密接触 亲 亲密接触 空玄子一惊 赤找了张靠椅坐下 高高架起双腿 傲然地点了点头 这可是一个大突破 他也激动起来 能详细告知在下吗 哼哼 是得意一笑 今天我不是用爪子抓着夏凡飞回来的 而是让他自己抱着我尾巴飞回来的 原来如此 空玄子凭住呼吸 然后呢 然后我放下他和亲面鬼后 就回房了呀 他一时愣住 就这样 就这样 赤双手抱胸道 龙可不会轻易 让人爬上身躯 都紧挨在一起了 这还不算亲密接触吗 更关键的是 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时 他并没有拒绝 这说明他 接受了本龙的邀请 啊 空玄子哑然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 赤说的并无问题 要知道 在过去 蓬莱之龙只会允许配偶如此贴近自己 毕竟龙拥有天生神力 可以呼风唤雨 于天穷中来去自由 一般人若想陷害龙 连靠近都很难绊倒 而一旦让对方爬到龙的身上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龙爪无法攻击到背部 各种术法 也难以作用于自身 因此 等于是将弱点完全暴露出来 这也是赤过去运人 从来都是用爪子的缘故 允许外人贴近自身 绝对是一种信赖与亲近的表现 对前者来说 亦是无上的荣耀与褒奖 但问题是 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 现在大家哪还知道 蓬莱的传统 也就他们这些世代 侍奉真龙的人 才知晓内情 龙翼不再像过去那样 高高在上 世俗间 早已习惯了 不需要龙的庇佑 也能正常运作的日子 空玄子敢打赌下凡 绝对没有意识到 士大人的用心良苦 可是 下大人搭乘奥林那时 也是直接坐在他背上的 那能是一回事吗 赤瞪眼道 四角大蜥蜴皮操肉厚的 贴近又何妨 无视真龙 岂可跟飞天蜥蜴相提并论 他用到无字 说明 已有不悦之意 空玄子立刻改口道 您说的对 不过这是蓬莱传统 下大人 作为金霞当地人 与蓬莱岛相隔万里 不一定能领悟到您的意思 怎么可能 士不以为然道 之前他也想要爬上龙背 说是研究一下真龙的激动特性 是气动特性 空玄子纠正 唉 这个不重要 总之我拒绝了他 理由便是 真龙岂可让人随便攀爬 赤白白手 在过去 能与龙同游天际的幸运 无物不是龙中一之人 他既然听过这个说法 自然应该铭记在心 这次我态度转变 他又怎可毫无觉察 这么一说 好像也有点道理 不过空玄子仍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那这次您再是什么情况下 让他靠近的 当时已经接到轻面鬼 需要立刻离开 是想了想 我好像喊的是赶快抓紧我 说着说着 他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好像自己 也有点不自信起来 空玄子更是捂住了脸 这在任何人看来 都是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为吧 那 你说夏凡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点 过了片刻龙姑娘 才低声问道 不行 作为蓬莱岛最忠实的普从 他绝不能打击赤大人的信心 空玄子沉音片刻 我想 夏大人一定也欣赏着您 不过他毕竟是人类之躯 对非人形态的妖 缺乏一些敏锐认知 所以 您大可考虑 用人形形态予以验证 我想他十有八九 不会拒绝您的亲近 你你你的意思 是让我这样贴近他 赤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是 空玄子正色道 他对赤大人的魅力深信不疑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您制造机会 不可 龙姑娘打断道 我是说 不是现在 那改成明天 够了 你收拾好东西 就赶紧出去 别忘了 我们是来对付齐心的 赤拍也而起 总之正是要紧 至于验证这种事情 等回到金霞再说 也不迟 随后 空玄子被一尾巴啪地扫出了门外 后者站在门口 一时间目瞪口呆 赤大人 我的房间也在这儿啊 第849章梦境预兆 骆轻轻发现自己 站在一片灰白色的荒野中 这景象似曾相识 却总觉得 又有哪里不太一样 天空比往昔更为暗淡 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一颗星辰 大地已褪色了许多 仿佛生机正不断流逝 就连这片荒野 都已是竭力维持的状况 也许早晚有一天 此地也会变得漆黑一片 骆轻轻下意识 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在这儿 她的视力无比清晰 一如参加试考之前 而离她不远的地方 一道白色的大门 笔直矗立着 这是秩序的力量 在召唤她吗 骆轻轻迈开步伐 朝着门的方向走去 然而 明明近在眼前的大门 她却走了许久 更令她感到意外的事 恢复视力的同时 她似乎也失去了 身为感气者的一切 光是不行 就抽光了她的力气 这种 从双脚蔓延上来的疲惫感 她上一次体验 恐怕还是在觉醒之前 不 就算是五六岁的孩童 也不至于如此无力 骆轻轻忽然意识到 她的生机 在随着大地一同流逝 但她心中 却没有任何害怕与抗拒 或许在成为倾听者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自己迟早要为这份力量 付出代价 终于抵达门前时 骆轻轻已是满头大汗 我 来了 她喘着气道 可是并没有人回应她 骆轻轻看到 白色的门飞并未完全闭合 而是留有一道小缝 她犹豫了下 门一点点被推开 接着她看到了门内的景象 那是一片燃烧的地狱 天空渐闪雷鸣 乌云盖顶 城市则被黑色的火焰所吞没 到处都可以看到 着火的居民在惨叫着奔逃 这 是什么情况 骆轻轻不由地愣住 她望向火焰最为旺盛的城市中央 只见一团巨大的阴影 正从乌云中不断落下 宛如一道通天瀑布 阴影沾到的地方 哪怕是石头都会随之融化 更仔细一点看 瀑布之上流淌全是一双双枯萎的血手 是斜碎 她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也只有斜碎这种违反常理的义务 才会呈现出如此诡异的景象 龙铃 骆轻轻伸出手 想要将剑握在掌中 可是体内的气却毫无反应的迹象 忽然 一声痛苦的喊叫从瀑布内传来 这声音是如此的熟悉 以至于让骆轻轻的心一下被揪紧了 夏凡 她寻声望去 果然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景象 夏凡 被斜碎完全困住 身上遍体鳞伤 而斜碎的黑手 也在不断钻入她的体内 似乎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瀑布下方 则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伙伴 有公主殿下 有梨 还有奥丽娜和赤姑娘 他们同样身受重伤 甚至看上去已经没了气息 骆轻轻感到浑身冰凉 对她而言 夏凡便是让她心目中秩序得以实现之人 如果她不在了 金霞城 好不容易建立至今的一切 岂不是也要随之灰飞烟灭 她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骆轻轻咬紧牙关 迈开步伐 冲向黑火中心 哪怕此刻自身毫无力量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 能帮到夏凡的 也只剩下她一个了 也就在这时 夏凡看到了她 两人四目相对 随后她轻轻动了动嘴唇 那仿佛是一句快逃 下一刻 邪碎突然膨胀鼠背 将夏凡撕了个粉碎 飞溅的血液 甚至溅到了她的脸上 不 洛青青猛地坐了起来 燃烧的城市 消失得无影无踪 惨叫声也归于平静 刚才的一切 多好似一场幻境 她摘掉眼照转过头 能依稀看到 黑暗中的一片荧光 那是从窗外照入的月光 正好映亮了书桌的一角 所以 刚才的一切都是梦 洛青青深深吸了口气 才发现 睡衣已经被冷汗打湿 不 这不是单纯的梦境 她并非没有做过噩梦 被软禁在皇宫中时 她不止一次经历噩梦 但梦就是梦 一旦清醒过来 就能立刻分清现实与梦境 而这一次不同 她所感知的一切都无比真切 无论是视觉还是触感 到现在都能分毫避现的响起 门是光滑的 摸上去 像在摸一块尖冰 空气中弥漫的火烧位 挥之不去 却又比单纯的火灾 多了一股刺鼻腥臭 脚下的泥土 湿软且温热 与推开门之前的荒漠 截然不同 而那座燃烧的城市 绝非大陆之城 从建筑风格与居民的 穿着打扮来看 更像是岛国风格 上一次有类似的感觉 还是在越江边上的 一座小村庄里 她也因此而觉醒为倾听者 更令落轻轻心乱的是 如今金霞一师 正远赴邪马岛 与七星的战争一触即发 按时间来说 未免也过于巧合了点 睡意再难恢复 她摸索着 摸下床 披上外套 缓步走出自己的房间 路过洛幽的卧房前时 她还推开门 悄悄看了一眼 后者的气息十分平稳 显然睡得正香 落轻轻摸着墙 步入客厅 坐在椅子上翻看书籍的司控 立刻有了反应 你有事 无论几次遇到机关之人 她都会由衷地感叹 世界的神奇 任何一种生灵 在她眼中 都可以被气表打出来 但司控却是例外 她明明就待在不远处 自己却无法看到她 常规意义上的生命 与她格格不入 当然 不可思议地远不止 这一点 比如司控看书时 从来不点灯 按照对方的说法 这是一种微光放大技术 以至于她在夜间 也能轻松洞察一切 老实说 落轻轻还挺羡慕 这种能力的 下凡让她来照顾自己 倒也是大才小用了 不过落轻轻 也没有忘记下凡的话 那就是 这名女子懂得的东西 远超世人想象 万一在修炼时 遇到什么难题 或者对气 有什么新的感悟 都可以跟她聊聊 说不定能令修为大有突破 嗯 她刚音一声 便被一双手握住了 椅子在这边 对方引导着她 挪动两步 准确地坐了下来 需要点灯吗 不了 幼儿明天还得早起 我不想打扰到她 行 你想跟我说什么 司控回到原位 骆轻轻这次沉默许久 差不多一刻钟后 才再次开口道 人类 能预知未来吗 第850章 信念 司控凝视她片刻 首先 我得确定 你能分得轻梦境与预兆 不愧是下凡都认可的人物 第一反应 不是嘲笑她 略显跳脱的问题 骆轻轻不禁轻出了一口气 我想 他们应该不太一样 司控和尚书 简单来说 未来既可知又不可知 例如 我松开手中的书本 它必然会落地 但如果你抢先一步接住它 它便不会落地 这番话听来 似乎有些多余 不过骆轻轻 却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跟对象有关 司控赞许的点点头 准确地说 是信息差距 我知道引力存在 所以预知书本会落下 但我预知不到你的行动 对你来说 你已经确定自己会行动 所以可以预知到 更贴近事实的结果 这点放大开来也一样 如果有人知晓的信息 详细到一定程度 并且有意愿干预局势 那么他就可以大致确定 今后会发生的事情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 有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确定 不过 我不能否认这种可能 因为成为感气者后 人类的上限 已不可估量 骆轻轻此刻心如明镜 但这样的人绝不会是我 他虽是倾听者 知晓的东西 却只陷于身边的方寸之地 除了金霞城 他都不敢保证 对深州的情况了如指掌 更别提 隔海相望的邪马岛了 他知道的 甚至不如下凡多 而天道就不一定了 先不论天道是什么 他既然能赋予一名 感气者倾听的能力 说不定 也可以对世间的一切变化 心知肚明 自己看到的景象 正是天道给他的预兆 我向欧米加 询问过倾听者的详情 司控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 毫无疑问 这世间存在着某样东西 也不属于邪岁 也不属于逃逸委员会 因为这两者都 不在乎幸存者的命运 也不需要诸位 他会是人类吗 或者说仙人 不好说 不过他有意识 所以只有少量感气者 能成为倾听者 司控扎扎嘴 怎么说呢 他就好像在挑选目标一样 另外 他所传播的思维片段 我是指先述 确实比逃逸委员会 所掌握的资料 有相当大的进步 或许他是另一个BB也说不定 什么 落轻轻愣了愣 哦 抱歉 这是消音处理 该部分信息 必须由欧米加授权后 你才可以知晓 司控故作无辜 道 不过 你可以把此处理解 成根下凡类似的存在 落轻轻心中涌起一丝不安 总之 天道不会是邪岁的同伙 可能性高达八成七 因为从事实上来说 先述确实增强了人类的实力 而人类变得越强 对抗邪岁的力度 也会越大 司控没有否认 可惜这种技术尚不为 逃一塔掌握 不然只要自愿允许 欧米加 一定会想要让所有人 都变为倾听者 我明白了 落轻轻微微汗手 声音变得无比坚定 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吗 司控好奇道 好奇原本不应该 出现在他身上 但不知为何 他突然很想知道 对方口中的未来之景 我 落轻轻闭上眼睛 想了想后 还是将那些预兆 缓缓道出 下凡他们 恐怕会遇上大麻烦 听完后 司控的神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难道屏障出了问题 否则我想不出 混沌实体 能强到这种程度 等天一亮 我就会委托事务局 送我出海 等一下 出海 是 我要赶赴邪马岛 落轻轻沉声道 最初考虑到高国边境 出现七星大军 天眼系统 又未完全成形 为了防止 敌人感气者 大规模渗入深州 进行破坏 下凡让他留在京霞 与钱等人一道 保护城市与居民的安全 他虽然当时 接受了这份委托 但现在看来 此举恐怕是个错误的选择 倘若连他们也无法解决敌人 你去了 恐怕也改变不了什么 司控表示一律道 依我所见 应该先用迅音仪 通知金霞一师 让欧米加提前做好准备 通知必不可少 但我也不会坐视这一切发生 落轻轻摊开手掌 轻隐一声 龙灵 一柄飞剑凭空而出 凝聚于他掌心 和预兆中不同 他此刻充满力量 体内的气息澎湃而浑厚 就连龙灵仿佛都感知到了 他的心意 薄薄的一刃流转着一缕金光 他知道在这道流光面前 就算是再强大的邪碎 也会被一分为二 在预兆中 他只是旁观者 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但现实中 他绝不会允许预兆的那一幕出现 只要下凡没事 金霞城缔造的秩序 就不会断绝 我会斩杀一切有碍于秩序的敌人 这也是我余生存在的意义 洛青轻一字一句说道 仅仅是如此吗 司控挑眉 什么意思 他微微一正 不 没什么 前者摇摇头 这或许也是人类最吸引我的一点 你们不一定知道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但本能往往会引导你们 走向正确的方向 相反理性的 计算固然能做出最稳妥的决定 可稳妥不总是意味着正确 说完他伸手入怀 摸出一样东西 递到洛青轻面前 如果你坚持要去 带上这个 洛青轻接过来 发现是一个鸡蛋大小的椭圆体 表面摸起来粗糙而温暖 虽然外壳是金属所致 却并不像一个机关造物 这是 一个全景记录仪 它会将你遭遇到的一切事物 都记录下来 今后作为人类资料 储存在逃一塔数据库中 司控仰起嘴角 王好了说 金霞城能通过这些影像 对强大的混沌实体 展开更详细的研究 王坏了说 他可以让后人知道 我们是被什么东西所毁灭的 若青轻将记录仪收入囊中 我们不会输的 这场战斗的胜利 必将属于我们 说吧 他起身打开大门 走出房屋 这时天边已出现一抹微光